大家好,我是醉影,今天到来期全红9807版的比赛解说 这场比赛是飞舞的键盘大战火球术 双方的玩法三位随机 三位随机依然是观赏性最高的一个玩法 火球术用洛奇对抗龙二 飞舞的键盘也是很久没有出山了 来看今天他能不能带来很惊艳的操作 是不是闭关很久就是来练连招去了呢 现在火球的洛奇又是两段旋风腿 空中一个挑撕地,然后两次逮地接飞气 追加落地扔,清水追加扔扔扔 连续几波之后还可以再扔 飞舞的键盘,飞舞的键盘剩一滴血 他能不能成功逆袭呢 这个其实很难,但是也并不是没有机会 火球术就连续动篮球 这个篮球砸的相当有水平了 在自己身边砸了一发 第二个回合飞舞的键盘他的神乐千鹤出手 好,神乐千鹤首先用注尺虚晃一发 清拳出击,洛奇这就开扔,超比赛炸了 炸过来之后篮球一砸 闪现重拳出击,旋风腿,旋风的两段 然后再上,飞的键盘好像又扛不住了 今天火球术操作有点猛 各种闪现,各种乱移,各种瞬移 节奏感超好 但是现在处于被封印状态又要中招了 可能还会被封印 升龙接封印给我封 再来一次封 火球术就这么,哦吼 今天看火球术下一个角色,第三个回合 火球术的猴子 猴子开场就被升 现在千鹤这个CD搞的很随意啊 今天被我键盘打的挺轻松 但是还是被猴子搞到一个逆向 接着看键盘下一个角色,最后一个角色 看他的柴咒 烧烤师傅柴咒啊 这个柴咒关上也很足 而且爆发力超强 只是起手有点难度 他的拳脚比较短一些 像琢磨类似 现在柴咒被登了个CD 但是柴咒比琢磨这个伤害要高多了 即便不爆气的情况下 他也可以打出很高的伤害来 现在柴咒烈火掌一段 升龙取消 挂落地怼一拳 最壁 角落柴咒继续打一上一发牙齿 但是猴子这个循环打的 一个前倾的对空 然后快速接上来必杀 其实刚才柴咒是一个浮空状态 柴咒直接上大蛇蹄了 烈火场凹一发没有凹到 其实飞游的键盘并没有打全伤害 现在柴咒又一发烈火场两段 接入大蛇蹄三段 大蛇蹄杀 升 空中一发CD干掉 那么现在也来到火球速最后一个角色 第五个回合火球速的玛丽出手 玛丽开上一脚 跳地压住起身 下半攻击呢 柴咒也试图压住他 重拳抢招 玛丽试图用架招刚才 现在中了一副三段 烈火掌 还想再来三段 其实三段烈火掌 双三段烈火掌 其实可以接六段 接入大蛇蹄 那个伤害简直是爆表啊 大蛇蹄硬凹 哦 没打到 那就再来一个烈火掌强反 反正怎么样都是烈火掌 哇 今天键盘这个柴周是玩爽了 现在再来一发 好 玛丽抢招被CD搞下来了 飞鲁的键盘拿到第一分 我们进入到下一局啊 今天键盘看来确实是沉寂很久啊 成功复出了 那我们接着来看第二场啊 飞鲁的键盘能不能继续秀起来 再局火球珠 也随机到了柴周 麦卓 加一个利安娜 哇 有利安娜 飞鲁的键盘就不好打了 而且火球珠用利安娜做了个手底 那飞鲁的键盘就用布莱恩手发 排一下人 布莱恩也是一个一套带走的高手 就看飞鲁的键盘能不能抓到机会 这个布莱恩精髓就在于凹 哇 他的凹太重要了 你看开场就是一个 铁头弓空中摇摆 嘴上一拳怼不到 火球的柴周就用青腿打一发压制了 再压制 逆向过顶 来了 青腿重手 猎火掌烧 三段猎火掌给我烧 空中再来猎火掌三段 继续烧啊 哎呀 空中点个cd 然后大招炸 哇 这已经是非常高的伤害了 而且是没有爆气的时候伤害啊 这就可见柴周有多么变态了 已经打晕掉了 晕掉之后继续烈火掌给我烧 上一场键盘用柴周 锈火球术 这一局火球术要用柴周又锈键盘啊 反过来了 这那个键盘的真物 开成两段毒了头 哎 柴周跟杀过去 真物呢 轻腿重手 柴周要开始了 猎火掌直接给我烧 三段猎火掌大成一招啊 空中再接猎火掌给我烧啊 很过瘾的啊 哎 cd啊 想空中接cd吧 应该 没有跳起来 小轿没点出来啊 但是火球术的进攻也 是咄咄逼人大 还火球术起身 哎 跳入cd cd两次 三次 哇 三次cd真物还想冲出来 柴周就钢了个cd 键盘的真物啊 也是cd吃到饱 不但猎火掌吃的很多 接着看键盘最后一个特瑞 哇 柴周又是这样攻杀过去了 轻角重角 好 板边被生 能量喷泉给我炸 大罐来空了 柴周现在又开始的猎火掌操作了 猎火掌 哎 这特瑞可以啊 交出来 被生 板边中段 哎 哎呀 一定要入防柴周这个中段啊 可惜已经晚了 被火球术给穿上来这一局啊 好的 我们进入到第三局 比分一比一了啊 拉平了 第三局的话 看飞舞的键盘 再来一个三问 这把神乐清和雅典娜加一个king啊 这个阵容还不错 那么这一局火球术呢 就用 克里斯手法 用一个大猪手底 大猪是火球术的二线主意啊 飞舞的键盘用king作为手法 看这局情况如何 KING快速一个起跳啊 闪过来 中脚踢波 克里斯又是C底压头 KING再用镰刀腿收割 中脚出击 哎 克里斯下盘出击 KING防住了防住 出金玫瑰 发波走 暴气了 暴气就准备打超杀了 青脚 嗯 中C底 克里斯跳地压住起身 滑铲滑上去 KING青脚中脚连上一套 洛迪基走 链刀腿收割 金玫瑰 洛迪基旋风踢 空中接一发超比赛 上了 好 中间来个中段 镰刀腿 镰刀腿两段 空中接入 没有接比赛 为了省一颗气哦 其实也没有必要接了 这点血 火球树翻盘的几率很小 刚才点血 现在看第二局 火球树的龙儿出马 开场就用落地机勾上来了 火球树这个跳啊 我纯属巧合 这个中招啊 也是传输巧合 现在KING使用大招 落地机再勾住 剑一玫瑰 落地机继续勾住 连着腿 剑一玫瑰 旋风贴 空中再次接入 必杀机 来了 火球树呢 已经残血 看残血起身之后 龙儿能不能抓到一个大破战 希望龙儿现在可以爆甩 现在没有爆气 但是他也用青角点到对手了 蛇边接比杀 把他推到角落 提杀 再扔 逆向 没想到防住了啊 听到这个大招已经够快了 没想到火球树的防御的更快啊 幸好火球树刚才没有伸脚 如果伸脚的话 就有可能中了 现在看火球树大猪出场 大猪开场被CD弹到啊 大猪稳住 铁球 CD没来 引压住 没压住 现在KING又开始连续发波了啊 华铲 KING继续发波 看大猪呢 哎 下盘也咕噜不到 KING防御做的比较棒 哇 掏下盘 这个如果被连住的话 那KING可就惨了 大猪的暴气连的可不是闹着玩的 何况KING也没有多少血了 哇 这一发指令头就抓这么多血 现在看键盘第二个角色 第二个神了千贺 大猪开场会不会进一个暴气 他真的暴气了 果然不错我所料 现在暴气之后两发咕噜 神了千贺还是用封印 大猪小脚一先就是强反了 什么也不管了 先桌子 滔滔下盘就是搞 可能这把就直接翻了 这个大猪的伤害真的服 两次 两次一小脚一先空中飞猪 还是一个个性连法 一管血真的不够大猪打 一旦暴气以后 第五个回合 键盘的雅典娜 雅典娜爆气 大猪也爆气 都在找一个机会 这一局 哇 扫完 滑铲过波 这个滑铲过波反应 真的急速了 今天火球状态也超好 把飞舞的键盘的状态给压下去了 第一局键盘的状态挺好 后面他就不行了 又中了个空中飞猪 那火球状态就拿到了第二分 来看键盘能不能把比分给拉到2比2 也是非常期待键盘的精彩操作 他们继续三稳随机 这一把键盘 红丸 克里斯加一个卢卡尔 他们相似的地方就是都有卢卡尔 而且火球状态就用卢卡尔做了个手法 他把普通卢卡尔调成了觉醒卢卡尔 其实在98C中只要是带有两种属性的角色 就可以随意的切换 克里斯直接后抓了 接入比沙给他一个腿 后盘连续划处 卢卡尔这一个下金角点的太远的话 也连不住 他就在寻找机会发个波 用发波的方式让对手出破绽 哇刚才可以接闪现的 火球状态应该是手滑了 这一手滑不得了 克里斯可能要把他给带走了 火球状 卢卡尔是没有希望了 如果是让我来玩的话 这一局我觉得应该能赢 接着看第二个回合 刚才英文有一个很大的机会 火球树他没有抓住 现在看火球树的雅典娜 没吸没吸住 这雅典娜还会再吸的 不要慌 看他怎么再吸下一次 没有机会吸下一次了 克里斯是暴击状态 MAC状态 然后克里斯接一番超杀 连续划处 再进一个双推 到角落 连续几波 圣龙角 拉过来再来一个连续划处 要不要升到空中 给他一脚 升到了 空中一个三连T 后面火球树没有晕 没有晕就有机会 雅典娜又爆气了 这一点血 哎呀我的天 这一点血还是被雅典娜给弹到了 弹到之后给他一发超杀乱武 凤凰剑取消 要翻盘了我的亲 键盘啊键盘 哎呀下中角乱武 真的要翻盘了 哎 升龙呢 滑空光剑去哪里了 应该失误了 没摁出来 可惜了啊 第三个回合火球树的King 火球树有点大意了啊 有点稳不住了 现在火球树只剩下最后一个King了 这是他的主力 超强主力 绝对主力 而克里斯又是掏后盘 克里斯也有点小小的失误 这最后一局这么紧张 这最后一个人物这么紧张的吗 键盘不该紧张啊 他应该打得很轻松才对 因为是对手最后一个人物了 嗯 键盘一直在试探 一直在试探 不敢发动一个猛攻 试探就决定他 克里斯啊 很难拿住对手 现在克里斯剩一滴血 看你还试不试探 你再试探 King还是强攻 火球树现在被搞得剩一滴血 一点血 哇 大招对大招 键盘也是拼了 最后使出了一个大招 那么接着进入到第四个回合 键盘的老卢 卢卡尔 好 King是直接暴气 老卢来个底波 King两四滴没有弹到 现在King去掏发下盘 火球树的King还是一如既往的猛 而且暴气了 暴气树准备来个超杀联一波带走 哇 剪刀角卡赛 波这取消火球树 希望是非常渺茫啊 希望渺茫 但是不代表没有希望 现在King抓到一个超必杀 键盘的老卢可能要没有了 中间做一个取消 然后接入大招 诶 落地基勾住 现在金鱼玫瑰 落地基勾住 脸到腿 金鱼玫瑰选风梯 直接带走 现在你看键盘最后一个角色 火球树从跟非常渺茫的希望 杀到了第五个回合 不简单 心态超好的 那么接着看键盘的红丸 中拳触击 跳ZD 红丸防住了 闪电梯走 转落梯 King下盘轻腿接重手 落地基再勾住 接比啥伤吧 落地基再勾住 双断落地基 接一玫瑰 继续拦 旋风梯空中接壁 可以啊 威武键盘 血量不多咯 现在基本是在同一个起跑现场的被打一套 红丸爆气 红丸不服 但是不服也没有 终于好像气势上面大受损失 噢 ZD两段没了 一发妄想踢弹飞 三比一干掉反三了呀 不简单